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就收亮了柴蓉 让其帮忙管理家族财政方面 柴蓉深知一个人的能力有多么重要 于是利用这段比较空闲的时间 开始不断地学习东西 其中包括看书练武 阅览兵书等 再后来 文武双全的柴蓉 跟随着到处打仗并立下了诸多战功 公元951年 柴蓉称帝建厚州 柴蓉被任命为蝉州节度使 柴蓉在值期间大 立发声民生和社会经济 还惩治贪官无力 很快地就受到禅州百姓的喜爱 在短短三个月之后 柴蓉就死了 因为家族人基本后汉皇帝杀光了 所以就将皇位传给了柴蓉 柴蓉在位期间就开始计划接下去国家的发展规划 柴蓉准备走三个十年计划 第一个用来一统天下 第二个则是修生养籍 第三个则是太平盛世 要实现三步走可不简单 柴蓉开始大力改革 柴蓉对于官场一点也不留情 留下贤能之士 诚挚腐败之北 另外 柴蓉还挑选了一些新兵加以训练 最后组成了一支很强悍的军队 可惜最后还是落入赵匡胤手中 当然这是后话 柴蓉深知农业史根基 通过降水 修水利 古利开墾等一系列举措 令农业得以发展起来 当所有都准备好了之后 柴蓉就开始了三个十年的计划 首先柴蓉选择了打辽国 为了鼓舞士气 柴蓉每次都会御驾亲征 并站在前线上兜战 当时的士兵看到皇帝都不怕俗 自然将生命置之度外 很快就把辽军打得满地找压 到了公元前959年 柴蓉眼看着就要完全吞并辽国 可惜这个时候突然重病缠身 最后污奈回国 不久后就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